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要再度來到百橋區禁甲寒定石 這是這間餐廳正面的樣子 停車不方便,各位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這個美食是非常的美味 連M嫂都喜歡 好,那這可以詢問一下 週一到週五現自許外帶豆腐煲六折 你好 你好,謝謝 一位嗎? 對 好,謝謝 好,先你好 聽說這貴餐廳最近有那個防疫便當是嗎? 有有有有有 我們現在外帶的話,一到五 只要是平日的 當然就是,防疫便當的話就是打六折 喔 豆腐煲,豆腐煲系列一就是打六折 喔 內容物的話就是一個寶類 就是一個湯 然後配四樣小菜跟一個飯 那這樣子很超值耶 很超值啊 就是連假之後打六折 基本上就是直線自取 那如果說那個牡蠣 牡蠣煲200多塊對不對 那打六折這樣變剩多少 比如說 就一個經典牛好了 好 那就是218 那打完六折的話是13 超便宜的啊 就直接砍了 就直接砍了一半 快要一半 對,快要一半 是是是 好,那各位朋友聽到這好消息 就這個 預購重塑啊 是是 大家基本上就是會搶在 就是前一天預訂啊 前一天預訂 取餐會比較好取餐 不然你當天預訂的話可能就是 會稍微有點 delay到 就可能就是 想說你12點要吃 如果你是現場來的話 可能會等比較久 對 20-30分鐘 等到40分鐘以上都說不定 是 好,那謝謝這個帥哥的說明 謝謝 好,那就決定點這樣 好,這個店內就相當的寒味 好,真的很好吃 上次M少來也是非常的喜歡 好,還有這個 蠻多種韓式的飲料跟泡麵 好,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這個就 不要配合飲料 乾杯啦 乾嘆 乾嘆完班 哈哈哈哈 好,那我朋友說這個 下次再露臉 下次 乾杯 乾 OK 好,謝謝 讚喔 這個相當令人想念了喔 給你拍一下 朋友喔 這個就是M少想念的菜色喔 這個紅豆飯 好,謝謝 讚喔 然後還有這個 草米粉 海苔這些 都是M少最喜歡的料理 好,那這個就是大牡蠣了 滿滿的海洋力量喔 好,吃下去之後 今晚就是不讓你睡了 這個打乒乓球 打乒乓 滿滿的大海能量 嗯 好,新鮮又美味 好,非常非常的棒 你看這個蛋 多麼的嫩喔 這是我喜歡的狀態 嗯 超棒 那店家的這個菜色 幾乎等同於這個 我了解的這個 捐豆腐這樣 好,但是價錢又是相當的便宜喔 可以來吃吃看 真的很棒 好,那這個是辣炒年糕 M少認證喔 是非常的美味 而且道地 好,真的很棒喔 它這豆腐那麼的嫩喔 吃豆腐我最會 你看 嗯 喔,真的很棒 香香六折的話 應該店家根本就沒有在賺錢 哈哈 哈哈 好,上次還有講過啦 你買這個很大一鍋回去 你甚至 再多加個兩碗白飯 你兩個人吃都ok 相當的佛心阿 好,而且這個湯頭非常的棒喔 因為有加蛤蟆 所以湯頭就很鮮甜 真的很棒 嗯 嗯 嗯 好,這個豆腐嫩嫩的嫩嫩的 這個湯頭辣辣香香的 非常的棒 好,那再來這個是豬小排 我們單點阿 好,感覺好像是有這個肥滋滋的部分 然後撒上白芝麻 嗯 好,相當的美味阿 感覺是那種醬燒口味的 好,再沾上一點這個韓式辣醬 嗯 嗯 嗯 真的很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豆腐嫩 恩嫂也超喜歡的 恩嫂的家鄉菜 嗯 韓國魚板 韓國魚板 魚醬味很重 香香辣辣 香香辣辣 這個在中興街有賣 但是有用店家不多 還有這個醬汁 魚板 魚醬味的魚板 嗯 真材實料的魚板 嗯 真材實料 好吃 醬料跟這個魚板 還有這個豆腐嫩 都是韓國道地的口味 又不會辣 不會很死辣 然後就是有點甜辣甜辣的感覺 很好吃 韓國的味道 嗯 這魚蛋太好吃 好,來自KOREA 所以都是滿份 這個安嫂相當認同 美味 魚香味 嗯 對於我老婆來講 就是一個家鄉味 看到吃到都覺得很感動 呵呵呵 好,小菜吃了還可以再續 所以是相當的佛心 好,所以從背景可以聽到 這家店家的聲音非常的好 好,那這個便宜又美味 這個各位朋友要珍惜啊 就算現場吃CP值也非常的高 好,實在是這個 三五好友 來這邊用餐聚餐的好地點 好,這家算是比較居家的感覺 然後在隔壁的話還有居酒屋 可以一邊喝酒一邊吃燒烤 好,相當相當的美味 所以樣樣都是滿分啊 真的非常的棒 你看這豆腐那麼嫩 嗯 這個湯頭也非常的好 好 好,就決定今晚來吃一下吧 朋友啊 新鮮的蛤蟆 真材實料 樣樣都美味 打完乒乓球之後又有點餓了 就來個靜甲來吃一下 一切都是那麼的完美 早上先吃個西式早餐 然後運動一下 欸,又餓了 就來這邊再吃個午餐 然後回到家剛剛好 飽飽飽飽 然後晚上就休息了就不用出來了 哈哈 好,非常非常的棒 CP值超級高 滿滿的好料 好,那餐點樣樣美味 非常值得推薦 然後這個 豬小排跟豆腐雞 然後這些小菜都很美味 白飯我點兒 好,這個紅豆飯我點兒再吃 好,這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這個 週一到週五 外帶自取的話 豆腐波是六折 好,那真的非常經濟實惠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